繼德國和法國等地向英國實施航班禁令 港府也宣布 星期二凌晨零時起 所有在過去14天 曾經在英國停留超過2小時的人士 包括香港居民 將禁止登機來香港 直至另行通告 過去我們從來沒有對任何地區實施這麼嚴厲的規定 但是我們認為這次英國的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實在有必要從源頭倒截變種病毒在香港的擴散 港大醫學院院長劉卓偉說 英國上星期四公佈 出現變種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株增長很迅速 一旦病毒攻港 或者會令香港的疫情失控 不過 他說在香港的個案中 暫時未見有基因特變病毒 港府同時要求英國抵港者 即使已經在指定酒店完成14天檢疫 也需要額外強制留在家中7天 直至抵港後第19或20天的樣本證實沒有染疫 衛禮人士會被定額罰款5000元 在14天完成之前 其實那個12天的檢測 都是要做和要做了是陰性 所以就算在14天之後 是有機會再確診 這個是非常罕有 但是我們是要盡力去做到滴水不漏 所以我們也要再將現在的整體措施 再加強 一共21天的檢疫 旅客可以選擇全部在酒店完成 或者分開14天在酒店 和7天在家檢疫 當局會視乎專車情況 再決定是否接載有關人士回家 北網記者黃銘桐報導